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好,我们之前说了,模块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文件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文件 那么模块它其实内部还有一些内置的变量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目录下面 再新建一个c44.t 有没有c44 好,我们在这个c44.p8这样的一个模块里面来看一下 什么是模块的内置变量 我们除了可以在这个模块的内部来定义一些自由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变量 模块本身还有一些变量是已经给我们大家定义好的 那么这些内置的变量都有哪些呢 我们给看一下 好,我们用这样一个dir函数把dir函数的结果给打印出来 我们先在那先补进写 我们先用dir函数得到这样一个inforce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inforce给打印出来 咱们先不管这个dir函数到底应该怎么用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dir函数将返回一些什么信息 那么我们直接执行这样的一个c44 这样的一个py文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dir函数它所返回的结果 那么dir函数将返回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有很多个字符串所组成 然后我们大概的看一下这样一些子符串 好,在这个列表的最后我们看到了a和c这两个子符串 那么a和c是我们刚刚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好,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我们再加个d 好,加了之后我们再一次的运行c14这个模块的话 都会看到d也被添加到了这个输出列表里面了 好,那么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出dir函数就是用来返回 当前模块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变量的 比如说你想知道这个模块上面到底有哪些变量 你需要把它打印成一个列表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dir函数 好,那么我们重点要关注的 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三个acd变量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些 带双下滑线的这样的一些变量 好,那么我们这些变量有很多 我们重点套几个来讲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name和package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两个模块的内置变量 还有这样一个doc还有find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 好,等会我们把这几个给大家一一的演示一下 看一下它们都是什么意思 好,那么在演示之前我要强调的是 这些双下滑线变量是由python系统给你定义好的内置的变量 但是从本质上面来讲的话 这些下滑线doc下滑线file 它和我们自己定义的变量没有区别 都是一个变量 只不过acd是由我们自己定义和决定的 而这样的一些doc file是由python系统帮你已经定义好的 所以说不要觉得这样一些带双下滑线的变量有什么特殊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只不过系统为了去做这样一些区分 所以说它把它的内置变量前和后都加了两个双下滑线 好,那么这么多的内置的模块变量 我们重点要关注几个 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然后是这个package 接着是这个file和这个doc 我们重点关注这四个 剩下的几个内置变量 大家有兴趣之后下去查一下资料 好,那么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t 这个包下面先建一个文件 我们叫c9.py 好,我这里有意把这个名字命名的是重复的 t下面的这个模块c9和我们这个7 这个目录下面的这个包下面的c9 它们不是一个模块 虽然它们是同名的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t这个包下面的c9和7这个包下面的c9 它们的命名空间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在这个t这个包的c9 模块上面的print这个属性 我们首先看一下 首先printc9这个模块的内容这个变量 然后再print和package这个变量 智能感觉可以很方便我们打出这样一些内置的变量 好,我们再看一下doke 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还有这个file 好,然后我们加一个标识吧 不然的话大家看不出来了 好,这个是package 好,然后拿doke 好,然后这个是file 别忘记了,加上一个加号 这样的话它们才能连接在一起 好,那么我们基本的代码就联系完成了 好,接着我们在send这个目录下面 再新建一个文件叫做c15 好,然后我们要执行这样的一个t这个包下面的c9里面的代码 我们说了,我们只需要emport像t.c9 在导入模块的时候,我们之前讲到过了 还是不自动的运行这个模块里面的代码 好,那么此时我们在我们的中端命令行里面 s.c15.p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最新的结果 把它往上拿一下 这样,平清一下 好,c15.p 好,这里抱错了都不要,你看一下 好,那么刚好借着这个机会 给大家提前的说一下关于这个异常错误信息 大家学习编码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学会去看这个错误的异常 因为错误的异常其实它就是告诉你为什么出错 如果你看不懂这样的一个错误异常信息的话 那么这个编码你在调试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好,那么对于现在所抱的这个异常 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Python里面的异常信息主要是有两大部分 上面的这也是一部分,上面的这又是一部分 上面的这一部分我们叫做错误的堆栈信息 上面的这个就是错误的具体的信息 好,那么上面的堆栈信息这个我们放到后面来说 我们先说一下 对于Python除学者来说的话 我建议你重点要关注的就是最后面这样一句话 因为这句话就是你的错误最直接的描述 好,那么错误信息告诉我们必须是一个字符券 而不能是这样的一个long type 那么这个long type我们放到后面来讲 它也是属于一种空主的一个类型 好,那么错误信息我们知道了,必须是指不穿 那么什么地方必须是指不穿呢 好,这个就是traceback,这个堆栈信息告诉我们 它明确的标出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发生的位置 是在这个C9,C9.py的第三行 好,第三行的哪一段代码呢 就是这个print,print.doc的这个地方是错了 所以说堆栈信息描述了位置 然后下面的这个总体的错误信息告诉了我们原因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doc它肯定是在python解析的时候变成这样一个long type 而一个支付串是不可以和一个long type相加的 这个就是具体的错误的原因 好,怎么解决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来说 我们先就了解一下这个错误的信息如何来看 好,那么我们有些细心的同学会发现traceback里面 它现在描述的是有两个位置的 好,那么我刚刚说了traceback它是一个跟踪的对战 所以说它描述的是你代码从开始调用 代码的调用是一级一级一级往下走的 所以说它就可以形成一个路径 那么traceback它就会把这个完整的代码调用的路径给大家显示出来 好,这个大家先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知道刚刚的错误的原因之后 我们先尝试着,把这些会产生这个non-type的地方先把它屏蔽掉 我看一下 package不会产生 然后name这个地方不会产生 然后file也不会产生 然后我们把这个tack先给它屏蔽掉 好,完了之后我们再看一下python-c15的运行结果 好,这个时候就没有搞错了 好,这里的file少打一个冒号 我们让大家尽量看得清楚一点 加几个空格 好,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c15 现在大家的看得就应该非常清楚了 我们把这面调大一点 好,我们去看这几个信息 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内置变量name它的这样一个取值是t.c9对吧 好,这个t.c9其实就是我们c9模块的一个完整名称 包括它自己本身的模块的名字 还有t这样一个命名空间路径 构成一个完整的限定名称 如果你不是很理解命名空间这个概念 我建议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在path里面是没有必要特别的强调这个命名空间的 命名空间在其他类语言里面确实是有这个定义的 但是我觉得在path里面你可以把命名空间加上这个模块的弓箭名 它们所组成的这个字符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完整的模块的运行 把这个命名空间的概念给抛掉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package package就是这样的一个package的内置变量 所答应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一个包t 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 c9这个模块的包是什么 它当然是t 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file file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置变量 这个file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给出了一个windows上面的一个完整的文件路径 所以说看到这个结果大家就明白了 它就是指明你当前模块在你的系统里面的物理路径 这个file也是挺有用的一个属性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屏幕给清晕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缩小一点,太大了 好,我们现在还有这个dock 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这个dock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dock的模块变量指的就是模块的这样一个注视 我们之前给大家演示过的模块的主持了 它其实是使用的是这样一个多网纸的串 放在这个模块的最顶部 好,我们现在的水溢加一段主持 this is a c9.dock 好,加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种干嘛给放出来了 它应该来说是不会报错的 然后我们再次运行一下 这样一个c15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dock这里就有值了 它打印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模块的主持 好,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要问 这个文档注视 模块注视有什么用呢 它肯定是很有用的 我们自己写代码的时候 可能不是太注意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想写出一个比较规范 整洁 然后别人可以理解的代码的话 我认为这个注视 还是必不可少的 注视就是对你整个模块 它的功能和作用的一个总体描述 好,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一下一些变化 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假如说我现在这个t这个包下面 我再次新建一个文件夹 好,我叫做t1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c9给移动到t1下面 现在的c9它就不是直接位于t这个目录下面的 大家看清楚这样一个结构 首先是sign,然后是t,然后是t1 c9是位于这个t1下面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预计c15 我们肯定是会搞错的,对不对 因为c9不在t这个包上面 它在t的子包上面 所以说我们要importt.c1.c9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的运行c15这个模块 好,那么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 我们现在的内幕就多出了一个t1这样一个包 package同样的多出了t1 好,然后文件的路径相应的物理路径 它也多出了t1 倒退这边是不变的 因为文档的倒空 我们是没有修改的 好,所以说通过这两个事例的演示发展 应该是可以明白这个内幕和package 以及doc和file的作用 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目前我所演示的这几个内置变量 大家连接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下节课我们将要对这样的一个内置变量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看看它在pice里面的一些变化 很多概念如果我们只是去翻一些资料的话 资料都给你讲的是很简单的 但是一旦它产生了变化之后 看看大家能不能很好的理解 好,同学们,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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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